据法国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14号下午 该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发生森林火灾 过火面积约500公顷 包括游客在内3000多人被紧急疏散 报道称 截至当地时间15号凌晨1点左右 大火仍未被完全扑灭 但火势已得到有效控制 有多名消防员受轻伤 火灾发生后 法国内政部长达尔·马宁表示 已派出超过500名消防员 以及13架飞机 3架直升机赶赴火灾现场 达尔·马宁提醒当地居民及游客 小心防范火灾 圣安德烈士市长称 这是一场从未见过的火灾 当地受灾严重 损失巨大